主料,春笋煎硬一个,土鸡蛋一个,辅量,油,盐,料酒,生抽,小葱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食材,土鸡蛋一个,春笋煎硬一个,断了哈,小葱,鸡蛋分入碗,将鸡蛋充分打匀,笋线切成细细的末,葱一切细备用,将蒜末加到蛋液中,将温开水的八分满,根据个人口味,加食盐, 加生抽,较植物有几滴,桥原上店饭包蒸价,饭书蛋也蒸好了,取出时,我以为是蜂窝状呢,其实不是的,因为是损的缘故,看起来很粗,吃起来很厚加着损墨,口感还行的,烹饪技巧,做蒸蛋,打蛋一定要多打,打得有泡沫出来,又打蛋起是最好了,在家用温开水打,这样冰出来的蛋, 不会成蜂窝大皮那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